然後繼續是精華類的產品 LOVE IS DERMA的HIDRAMAX Serum 我覺得用來感受跟普通的B3或B5分別 份子都算小,不會太厚 但保濕程度是一般,我覺得是中規中矩 日後用是不錯,但在冬天你不會用來晚上用 這支B-PLAIN精華是一款我之前的合作 我都不記得是去年還是今年 我覺得它是中規中矩的保濕精華 不會敏感,因為沒有了,很稀、很流質 如果我用的話,我會比較推薦妝前使用 我覺得它是輕生即時保水的感覺 不會黏,不會影響之後化妝的程序 然後就到Drug Elephant的B Hydra Intensive Hydration Serum 這支是超級喜歡用的 而且有觀眾教了我怎樣開 讓我試試 它是可以這樣開出來看到是用了多少 我喜歡這款吞上去的 Serum 我覺得這樣是很保鮮 而且可以確保自己用得完 不會在最底下泡極都泡不到 說回使用心得感受 我覺得它是一個很輕身 輕身得來 我未試過這麼輕而保濕的 Serum 但我明白大家對於這個價位的精華有更高的期待 可能我自己就沒什麼 我覺得它已經做到一個我想它做的效果 它是絕對不會和我所有之後的粉底打架 然後也不會滋潤到令我之後的妝不貼服、浮粉、溶妝的感覺 總之就是這個Daiso的洗泡水 我已經用過這麼多支了 每一次都會出現 我就不多說了 然後就會是這支Cannibal的防曬 如果有留意我最近Get Ready With Me的影片 都會發現我已經沒有再用防曬 但是很神奇的一件事 就是在我沒有塗防曬之後 我沒有變得特別黑 或者出任何斑 或者皮膚有老化 那些任何問題出現 我明白紫外光對皮膚是有一定的傷害 但是都是那句 如果我是上班、下班、回家吃飯的話 我就一定不會塗防曬 如果你說去戶外活動 我會塗噴的Spray型防曬 我未必會再回購這些塗上臉的防曬 然後就會是Ipsa的Luminizing Clay 這個是一個很黃牌的產品 是一個深層清潔的面膜 我一直以來都很喜歡用 大約用了三、四支 但不是不停回購買的 可能是沒有用到一、兩年 就突然很想念它 又會再用過 它擠出來是一個白色的泥面膜 然後有很小顆很小顆的磨砂 你敷了大約十分鐘左右會乾乾 然後你加水去磨 那面膜就會變得 角質會去走了 然後毛孔會細了 然後黑頭會浮出來 或者已經磨走了 那我自己覺得它那個效果是不錯 而且會乾的 不多不少都會乾的 但它不算去到很乾很乾的一種泥面膜 那我自己就覺得 算是在這麼多款泥面膜裡面 暫時是最喜歡的一款 潤唇膏方面 我很少用一支 通常不見了 多過用得完的 一款Shishado的潤唇膏 都算是我這麼多年以來 又是間斷性地買回購的產品 它是一個很潤 潤到男生都會喜歡和不介意的 你知道男生很怕有一層在嘴上 但我現在有很多男同事 特別是國泰的男同事 他們都會喜歡用這一支的潤唇膏 所以如果另一半或者男朋友 他的嘴唇特別乾的話 會連那一種 我覺得可以推介大家去買這一支 日本有得買的 香港好像龍城 我都見過有得買的 接著就到一個止汗劑 都是B-OLED的 不停這樣用 每一次都會說 說了十萬九千錢 不再多說 我久不久都會拍一條影片 說我最近用的是什麼面膜 所以我沒有特意保持面膜的包裝 但我好像很少分享 所以我保持了這兩個盒 這盒是我在sephora.com買東西的時候 定是look fantastic買東西送的 我從來都沒有聽過這個品牌 用來的感受就覺得它很舒服 它是一個有閃粉的啫喱 但敷到眼睛的閃粉就不會放在皮膚上 因為它是很厚的啫喱面膜 放在冰箱然後敷在眼睛 是超舒服的 夏天 所以我未必推薦大家去買 但如果有得選這個品牌 我覺得去馬吧 然後就到這一款 我一直以來都沒有分享過 其實我是很喜歡很喜歡 深田藥妝的這個 風毒神經梳安緊智黑眼膜 這一款的眼膜是我用過 無論專櫃也好開家也好 所有的眼部產品裡面 覺得最有效的產品 它用完之後 我覺得黑眼圈有減淡一點 然後眼袋如果連續敷它 三五天 是可以有減淡很多的效果 純粹是因為我太難了 所以我就沒有經常去做這個 而且我覺得做得太多 可能它都會鬆出來 所以偶然我想急救的時候 都會用的 我這幾晚都有用 我覺得其實有好多的 化妝品方面 其實好心虛只有這兩款 這一盒的眉粉大家見過過 無數次的 我一直調省 我想近這兩年都是用Apure的這一盒 我一直都不停補貨 有朋友去韓國 家人去韓國 或者自己去韓國都會買的 其實一盒裡面是超級大的 你看到我深色嗎 這個是深色的 都是沒有用完 我只是用了甜色那邊 但已經用不到 它的眉刷夠眼 可以畫到尖位 你看很尖的 顏色又很適合我的膚色 和眼珠的顏色 而且它的眉粉是很持久的 加上眉膠的話 基本上一天都不會掉 所以我自己就很喜歡 而且一盒大約是40元左右 在韓國那裡買 所以我覺得大家去韓國 一定要買這盒眉粉 然後就到Dolly Wink的 這支Mascara 它是我以前的最愛 現在最愛已經 在Opera那裡了 我覺得如果大家有興趣都可以試這支 它的纖長龍脈效果是適中的 然後它防水也很好 它也很輕的 所以如果買不到Opera 我也是會買它的 其實它是比Kiss Me 但不知道為什麼有一次 說開架化妝品的時候 忘記了這支的存在 就說了Kiss Me 我自己是買它多 我買Kiss Me很多 好了 到最後一件事 就是我的養生老薑茶 這一盒是在公司喝完 已經買了一瓶 再喝了一半 然後長酒也都盡了一瓶 喝了三分一 我自己是很推薦大家去喝薑茶 因為對身體真的很好 當然要看自己的體質 如果你是那些超級無地熱的人 就未必適合喝的 但如果一般女性都是比較寒底 或者是涼底的話 喝真的很好 而且它是超方便去沖 純粹是把它倒進杯裡 加熱水就已經完了 我自己覺得喝完它之後 低抗力又好了 然後又沒有那麼容易 手腳冰冷 然後M糖也少了 總之整個身體都覺得很有用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女生 又開始注重養生的話 都可以去買 我是在成品那裡買的 好像一百元有一瓶 可以喝大約三個月左右 我覺得都很好 好過喝汽水 喝巧克力 喝咖啡 那些 那些沒有那麼好 我喜歡喝薑茶多很多 推介推介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講完我這個 家庭評語了 希望下一次不會加那麼久 還有希望多一點化妝品的東西 如果你喜歡今天這條影片 就記得按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片 每個星期六的下午三點 和星期日的下午十二點 好了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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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